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黑哥 这两天脚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到这冰箱路农贸市场留在一圈 买点补品 这两天网友说了 咱们这个奶商的补呢 今天准备买几个新鲜的猪蹄子 给它卤上一锅 走 咱们一块儿进去看看 江哥 脚崴了 在家里休息了 你说我打电话我开你去吧 这块肉真没啊 这块是土豆 今天专门给 专门拿的那个猪蹄都是这个 这个土豆不活的一样 还活又活是吧 弹性又弹性 今天我整点猪蹄给它准备几个猪蹄 好 那个大猪蹄 我看看 这够大的 这全是钱蹄吧 行 你把这几个给它全盛上吧 江哥 猪蹄多少钱 猪蹄123 23 23 167 这给它毛烧一下 到这来一下弄改进 好的 烧改进啊 来后给它一剁 今天腿脚好点了 到市场上溜达了一圈 安排了六个大猪蹄 今天黑哥做个卤猪蹄 给自己好好补补 猪蹄在市场上已经处理好了 我现在把它泡到凉水里面 泡上它一个小时 一会儿再清洗 多会儿去那儿都能买到这新鲜的猪蹄 这可是大补呀 老板说了这家伙下奶可好了 你黑哥都不敢多吃 吃的这么奶催下来这 这个不是完犊子了 猪蹄在水里已经浸泡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我把它清洗一下 给这个猪蹄先做一个周身的按摩 把它里面它给烧过的地方 这个黑 全给它拿清洁灸刺掉 看这猪蹄这个猪生前就是挺壮的 全是肉的 这两天每次做猪肉 这都是狂风大作 这是天文一天算对我有意见 这个已经洗好了 再清洗下一个 洗好的猪蹄 凉水下锅 先给它来一个高温桑拿 咱家是锅小 今天猪蹄可买的不少 带了六个猪蹄 锅里再来几个姜片 买个葱段 倒上适量的料酒去腥 现在开大火 先将水烧开 水已经开了 猪蹄这么煮一下 它看的更加的大了 现在我在锅里加上一把红菊米 这个红菊米就是一种天然色素啊 外面卖的熟食 它颜色特别漂亮 就是因为加了这个红菊米的凉固 这猪蹄新鲜的 你看这血沫都少 基本上没有什么血沫 现在我再次盖上盖子 转中火 让它在孤度上二十分钟 给这个猪蹄刹个刺 趁这个功夫 黑哥给大家介绍一下 卤猪蹄要用到的香料 炖猪蹄要用到的香料有 桂皮香样 花椒大料 香果 草果 香沙 肉桂 凉姜 陈皮 干山楂 这就是卤猪蹄要用到的香料 现在我把这些香料全装到这个卤料包里 这样它这个 不散 吃猪蹄的时候吃不到这个花椒大料什么的 会影响口感 黑哥家别的东西不多 这卤肉的香料可是样样都有 全装到这小料包里了 再在里面加几个葱豆和姜片 只要它的味儿 这些东西就不吃它了 好了 全部装到这个料包里了 现在我把它系起 黑哥卤的猪蹄为什么好吃 秘密就全在这儿了 黄橘米在锅里已经煮了20分钟了 你看现在这个猪蹄的颜色已经上来了 粉嫩粉嫩的 看着就有食欲 现在黑哥把它捞上出来 好 猪蹄全部捞出来了 我再把它清洗一遍 锅里这红青米水倒掉不要就可以了 我把这猪蹄周身再清洗一遍 现在这个颜色已经上来了啊 外面有时候你买的那猪蹄 它就是这种颜色的为啥 它就是拿这个红 红青米来炖的 其实咱用这红青米上个色已经足够了 黑哥现在清洗这个猪蹄 从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这就是可能是黑哥遇到真爱了 今天盘它 咱它盘的明明白白的 现在我把这洗好的猪蹄 全部放到高压锅里 基本上高压锅都快放满了 把这个料包放到中间 现在在高压锅里加适量的清水 这个清水没过猪蹄就可以了 加成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调味 在高压锅里倒适量的老抽 上底色 再来适量的生抽 提鲜 生抽可以多倒一点啊 这个卤料汤 锅儿要咸一点 我在里面加五勺盐 飞哥这是放五勺 放到别人眼里 这就要一丢丢 而且这个卤汤 卤完这个猪蹄的汤 可以反复利用 最后再加上一把冰糖 料包往下多大多大 看这一高压锅是满满等等的 现在盖上高压锅盖 扣上这高压法 把高压锅放到叶火器上 开大火 等高压锅上气以后 再压上一个小时 猪蹄就熟了 高压锅已经上来气了 飞哥现在多少是有点顾不及待 可是要想吃到美味的猪蹄 咱还比耐心等待 猪蹄已经压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关火 把它这里边的气慢慢的排排 一会打开看看 反正现在黑哥已经闻到 满厨房的香味了 刚下锅里的气已经放完了 现在我打开盖子 检验一下成果 哇塞 这猪蹄炖的 是软烂的很呀 满屋飘香 我先把这个料包取上出来 这个已经 发挥完作用了 看这猪蹄炖的多软了 都已经脱了骨了 我现在让它在这个 卤汤里 在闷上 一到两个小时 这样它更加入味 也就凉的差不多了 可以直接开楼了 装猪蹄的盘子 我已经把它布置好了 下面垫了一层生菜 这样吃起来更香 看着是更有食欲 哎呀 猪蹄在锅里闷两小时了 现在是完全入味了 现在黑哥把它全夹出来 这猪蹄都已经脱了骨了 真可以说是入口即化的 看看 这看上去是不是美的美香的香 咱这猪蹄卤的小可地道 关键是时间有限 要拿大铁锅慢慢炖上一下午 味道更美 香喷喷的卤猪蹄 大家看看美不美 这猪蹄一上桌 把豆包缠的都想不住了 想吃吗 豆包 想吃这个吗 这是我养病的东西 你不能吃一会吃狗粮 黑哥馆饱那么多了 现在开楼了 黑哥先把它 这么放在一块它 烧的不行 哎呦 我单独把它放在这个盘里 它晾得快点 只有这炖烂的 黑哥先尝一会看看怎么样 嗯 真的是特别的软糯 入口就足了 我八八吃了 没吃了 今天听老板说的 这个猪蹄包好了下面 黑哥都害得怕了 得贵黑哥不是包汤 黑哥是煮猪蹄 要包上一锅提棒汤 这黑哥非要出大事不行 你看这猪蹄卤的 特别的软了 说成啥也一点不能浪费 全力把它做把干净 话又说回来了 吃哪补哪 这是哪个高人发明出来的这个词 黑哥今天可以这样把你用 用上了 看这猪蹄外面的这瓶 一巴拉就下来了 好吃的很呀 嗯 Q弹嫩滑 入口即化 现在这个人吃到精华部位了 吃到这个猪蹄里面的皮筋了 嗯 里面都入了味了 黑哥炖的这些 咸味适中真好 黑哥啊吃谁也不想吃的猪蹄 主要是现在这个病情 你这 你这 平常吃就算了 你跟病号抢饭多少有点不合适 你这 还故障那么多 肯定是有你的 黑哥还能把这六个全吃完 先说味道怎么样 无意 用语言来形容 嗯 这真的离外面买的好吃饱了 嗯 我这是自己卤过的猪蹄 我不在外面买猪蹄吃了 哎呀 吃完瘦不了了 反正回去给媳妇带一个 吃完回去绝对是 这学好技术 嗯 回去自己整 这个还是你家毛病没有 这个卤猪蹄这外面你多要 你服气一点 强度不服就服你 出不定哪天开玩笑 就多一个牌子 黑哥猪蹄 黑哥猪手 黑哥猪脚 我再得整上点 这个已经分开了 走吧 这不是你吃的 你别着急 把我家小狗挤坏了 这个里面有调料 你吃了 酒不好它 对身体不好 知道吗 不是黑哥啥不得 哎呀 跳下去了 那旁边往里护点 你这让我要够旁 嗯 这可不是说你啊 真是说的是豆包 哈哈哈哈 不过这句话 我又说出来了 来点调感 狗都干不出这事来 你直接就下手了 你这 我主要是怕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里油 我还是过的 一点毛病都没有 这一个猪蹄里面 就这么一点瘦肉 嗯 这瘦肉 没这个比较好吃 你感觉今天吃个这猪蹄 已经都蛮挺复活似的 我做的猪蹄 非常美 摄影师 嗯 你先说学会了没有 差不多吧 先吃透了 哈哈 然后再说做的事 这多少毛病有点大呀 你看 我这一口就撸了一个半 现在都有点挺啊 嗯 没没 这也就没啥事了 没啥事了 坐到这吃就行了吧 来 这个是你猪蹄上面的 豆包 它能要点狗粮吗 这块就是你那个上面的 给咱个蛋 还有精华部分 精华这全是 哎呀 狗是受不了了 哎呀 太过瘾了 我好好干啥自己的本事工作 嗯 刚才这个是煎了肉 也是不要命的那种啊 就大家全看到了 突出其来一下 一个手机过来 我都 我都恍惚了 臭不及防 嘿嘿 太突然了 行 把这个也整了 嗯 风卷 韩鱼一般 各种味道是恰了好处 今天咱俩这吃了多少 有点没吃相了 哈哈 呼的嘴都张不开了 最期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黑哥的视频 可以在屏幕右下角 帮黑哥点个关注 黑哥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这个黑哥这个 病完全养好了 要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频 和大家一起分享 拜拜 再见 刚吃你的 不用给大家打招呼 哈哈哈